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徐夕夜 即是12月31日 我們帶大家去看 大三巴奔水池附近的遊客的情況 來到這條牛閘街 旁邊原來已經起了一個Like 以前是聖... 好像聖什麼? 聖安娜餅店 很久以前是聖安娜餅店 現在就變成一座Like 牛閘街一如既往 都是非常之多人去吃 你看大大小小 一家大小 真的在這裏 牙子堆吃 好像這間錦華的牛閘 特別多人一些 前面那間菲菲牛閘 沒什麼人去買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味道有什麼特別的呢? 大家有空去嘗嘗 這間菲菲牛閘 據說是新開一點 即是錦華開了才到它 這裏也有間 老文記的瓦煲奶茶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試過 不過現在這麼晚的話 喝奶茶的話 怕睡不著 所以就沒有去買到 客人樂意不絕 真的人流特別多 但問題是你真的做不做生意 就是另一樣東西 你看這裏有多多人 每個都站在這裏 等著買東西 還是等著花錢呢? 沿著這條板真行 繼續走上去這條 其實這條都算是美食街 因為很多人會剪東西給你吃 搭給你去試 這裏有一間 賣的豆腐花 做了一條噴館出來 但各有味道 我不知道這條排氣館 排出來有什麼像呢? 可能冒化它 但這間店挺好的 可以在這間間 間結停在這裏充電 吃豆腐花 給些油牌充電 其實都可以的 這間咖哩榮 這個賣雪糕 真是 數錢都數不出 你看 這人不斷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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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煩惱 排隊 你看 米芝蓮飲食指南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呢? 這間叫檸檬車 他們吃過就在平安區 告訴我 多少人排隊 你看 簡直人流樂意不絕 你看 有魚韜韜江水 黃河返南 一百包可收拾 這裏有些雪糕 澳門民創的雪糕 聽說挺好吃的 不過我就 免得排隊去塞 你看 多少人 見到這個人潮湧湧 這些牛肉乾 你們走過去 基本上他們都剪給你試吃 有很多隻 有水晶肉 有豬頸肉 有魚豬肉 軟軟腫腫的肉 反正你想得到的都有 試吃的 基本上當當都有 不用客氣 任由你拿 吃到的酒都給你 基本上由街頭走到街尾 吃完都有點飽飽一下 你還會不會考慮再買呢? 這間大三巴首選店 尤其最為客氣 真是剪到不停手 很快脆又開過另一幅 你看 這些豬肉乾 我覺得挺好買 澳門家的豬肉乾 為何會特別多人買呢? 其實我都說不明白 你們有沒有吃過? 如果有吃過的話 在屏幕告訴我 還有我們要吃到的 蛋糕 其實就要吃了 就吃到便宜的 最新鴫皮糕 細小便的魚牛肉乾 大大小小 小朋友都很紛麻 今天是十分其他 不知道是否 所以客人流特別多 但我看到很多店 都基本上九點鐘都已經下班了 這家這一攤 應該開到晚一點 今天2023年,不知道你們會去哪裏倒數呢? 聽說大山包那裏會有倒數,洪水池那裏都會有倒數 往年倒數的話,都幾熱鬧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沒得出去 今年的倒數呢,基本上都見到遊客為主 其實都OK的,大家有來有往 我們去國內消費,國內的過回澳門消費 上到大山巴頂那裏,你看,有多少人 旅客都不少 疫情之前都還是有少少距離 應該大概還差四分一左右的人民 很多以年輕人為主,你看 每個人都背包客,揹個背包就順數了 什麼都不帶 好,今集介紹到這裏 下次再有什麼好東西跟大家分享 多謝各位 2024年,祝大家身體健康 財源廣進 多謝